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今天这集会比较简单 摄像师主要跟着我一惊到底 再往下拍这辆腾市第九的新车 是这样呢 我在三亚刚刚旅游完 所以呢 回来之后知道腾市第九这个车 在北京有个小巡展 但是我只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没有犯特别详细的给大家去拍那些空镜啊之类的 做一个详细的试车了 今天咱们就来最简单的体验一下 我赵哥一直在吹的 自己这样特别好的MPV车 到底是什么样的初步的体验 这是辆试装车啊 是这样 腾市第九这个车呢 车长是在5米25左右 比你们比较熟知的G18要长了那么一点点 它的主销价位呢 DMI的车型大概是在 30万到40万这个价位区间 同时呢 它有个纯电版本的车型 主要是在40万以上的这个价位区间 DMI这车型肯定是一个它最主推的版本 那这里面呢分为两个状态 第一个呢就是两驱 它前面是个170千瓦的前电机 后面呢是没有电机的 四驱版呢在后面会多一个40到45千瓦的后电机 同时分为大小两个电池的版本 小电池呢是10度 大电池是40度 配了个1.5T四缸直喷的发动机 基本上只有DMI这条系统 按照我们之前对DMI车型的一个了解 这个车怎么着 也可以跑大几百公里 10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 这是DMI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它的纯电版的车型呢 电池在100度再往上 具体的度数还没有公布 同时前面是个230千瓦走的电机 四驱版的车呢 后面会有个40千瓦的后电机 就组成了一个电动的四驱的结构 听起来还是挺爽的 你想一下市面上100多瓦的MPV车型 同时合并功率的270千瓦的动力的能力 还是比较少见的 有点意思啊 OK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车 这个车呢5米25的外观 那这个外观基本上看起来 就跟那个日系豪华SUV的造型会很像 这个是比较讨巧的 因为之前甭管是Alpha 还是雷克萨斯的LM 在中国人的心里面经营这个日系高端的 头比较平一点的这样的MPV 包括整个的侧面是比较垂直点MPV 霸气的感觉是一直在达星里 是有一个共识的 只不过呢 最近日系的高端MPV的可能口碑 包括它的安全性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们自己的车呢 现在其实它的做工用料 不比日系的高端的MPV要差 并且说实话 其实Alpha的这个车 它的整体开起来 它底盘的绿震的性能啊 包括悬架的这个减震的软硬度啊 都不是那么的好 那只不过呢 这个被炒起来的一个价格 前面这个大端脸 包括LED的大灯啊 这些都不足以为奇 说几个点啊 第一个呢 这车是没有备胎的 所以它用的是一个 可以自修复的马牌的轮胎 这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玩法 它的后面呢 因为我估计是割了更多的电机电控啊 也不方便割一个比较大的备胎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是它的这个拉门 你看到很多的车的拉门呢 它是直接延伸到上去了 看起来确实比较low 但是这个车的电动的 滑门 它是包裹在整个的上阳内部的 显得就比较精致了一点啊 挺好 OK 因为呢 它用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壮的车身的造型 所以这个车看起来 并不像是一个5米25长度的车 看起来大概像是个5米左右的车 并没有显得那么长 所以呢 就容易在它的空间方面 给大家更多的精细 特别好的一点啊 它的慢充快充都是在后面 我也一直在说 把所有的慢充快充 不管任何一个搁在了车头 都是反人类的一个设计 尤其是这么长的车 如果你想把脑袋扎进去充电 这个车身侧面被蹭的概率 就会大幅度的提高啊 OK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尾巴 这个尾巴 我觉得属于是中规中矩的造型 就是看这个位置啊 上面这个小沼流板 显得还是挺运动的感觉 现在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MPV的车型 尽量坐的这个四轮四角 比较垂直 对里面的空间是比较有力的 我是非常关心MPV的空间的 因为呢 我也刚刚从三亚回来 我当时租的是GL8的车 那个车会比它短了那么一点点啊 外尺寸小了一点 但是GL8因为 它为什么在大家心里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MPV 是因为它的整个的三排空间 比较好的情况下 保证了一个后备箱的空间 然后现在呢 我们看到腾诗第九这个车啊 它一共放了 这是七个二十顿的登机箱吧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有代表性 我把这些箱子给你拿下来 这个后备箱挺大的 真是挺大的 因为我是刚刚在三亚 码完我那个28寸的旅行箱 外加上30到32寸的旅行箱 外加上一个数值的旅行箱 在G28的后备箱里 所以我正好对这个后备箱的大小 是有概念的 大家现在看图啊 这就是我当时在G28后面 码旅行箱的一个组合的状态 逻辑就是 一般它的最大的旅行箱 会码在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你的近身不够的话 你的30到32寸左右的 这个比较大的行李箱 是码不了这种形式的 就给它躺着放的 假设说这是那个 然后呢 一般上面会再落一个28寸的 然后上面呢 会落一个20寸左右的登机箱 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玩法 同时呢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你买MPV 买的比较多的话 你会再买一个 竖长条的行李箱 就这样 比较高的这样的 码在这儿 正好就可以把后备箱占满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说 腾式D9的这个后备箱的容积 基本上跟大家比较熟知的 G28的后备箱的容积 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比例啊 大大小小的是 应该不差太多的 然后厂商的朋友说呢 量这个里面的绝对的可用宽度 它比G28还大了一点点 我现在感觉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拿尺子具体的量一下 因为今天没带尺子 然后呢 就是最关键一个问题了 当你作为一个MPV的车型 后备箱比较大的时候 我就开始担心第三排会比较小 因为总长度就是这么长 所以你后备箱大了 会不会第三排比较小呢 那我们到时就坐在第三排去体验一下 好吧 OK 基本上外面的事就是这儿 我觉得这个车截止到这儿 给我的一个体验还是挺好的 外面的尺寸收的还是挺克制的 因为有的人一听说5米25的长度说 哎呦 这车太大 我买不了 或者是什么 我开不了 这个那个的 好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所以这个外尺寸还是很克制的 然后整车也用了很多的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啊 有一点 我刚才给厂商的朋友也提建议了 我说前门其实 搁在40多万的车上 其实前面应该加上一个电锡 嘎巴一下 可能会更好 好 你现在在这儿 我现在去主驾驶的位置 这个主驾驶的位置是这样 整车的椅子都是纳帕的皮子 然后纳帕的皮子的触感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里面的设计风格 因为它跟比亚迪的渊源的关系 所以这一块的区域啊 就是这个挡半的区域 包括整个这个控制面板的这块的区域 跟比亚迪的风格还是有点像 然后这块是一个15.6寸的大屏幕 但是因为车机系统并没有调完 所以这个屏幕现在还不能给大家点亮 进行一个体验 前排的这些的木纹的手感啊 包括上面这个软的 类似于糖素这样的纹理的手感 手感还都是不错的 包括这边的这种有点像暗金色的 整个的中控的这个搭配的配色 其实也是挺好的 所以这个看上去 我觉得对一个三四十万的中高端的NPV来说的话 整个前面的这个比较灰 包括这种暗金色的这个色调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种的米白色的座椅的风格也是挺舒服的 然后并且整个的皮子摸着手感还是可以 海绵我觉得可以再软一点点 那座椅的功能肯定不用担心吧 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因为我这个是它的44万的DMI四驱的高配的版本的车型 然后上面是有眼睛盒的 同时这里面车内监控的摄像头是可以物理关闭 这都是挺不错的 然后顶上是这个翻包皮的材质 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下探到具体的哪个车型 还是全系都标配 好 我们现在去第二排 NPV的第二排真的是非常重要 要么是你的最至爱的家人 要么就是你的老板 对吧 很重要 因为第一排基本上就是爸爸 在家里面的话 对吧 爸爸那这哪有什么太多的权利 你爸爸就是个司机 反正我在我家就是个司机 OK 好 那我们现在做的第二排 是这样 这个车的第二排是它的空间调整 完完全全的是一个一米出头的巨长的电控的滑轨 然后这个滑轨是在整个的 它这块有个小屏幕 来给一个抚养的镜头 这个小屏幕来可以对整个的座椅来进行一个电动的调节 比如说我现在这么着 往后一按 我现在就完完全全的这根滑轨到最后了 我把第三排的空间几乎约等于吃进去了 就没有空间了 我现在第二排就超过了一腿以上的腿部空间 这种情况下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四座车 第三排这种情况下就用于你搁包跟搁衣服的状态了 好 那我呢再给它往前一点 因为不可能老是这种情况下第三排做人 还不能变成我们之前所说的就距离前面一拳半或者两拳的腿部空间 因为你看 我比如说我现在距离前面一拳半 这个腿部空间 距离一拳半这个腿部空间 大概是一拳 这是一拳三指 我没有分去到第三排了 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 这空间太小了 外加上如果我在这种空间下 我连这边下车都很难 因为这边的独立的航空座椅左边是有扶手拦截的 我这么着想下车会被这边的扶手挡住 所以我这个车哪怕是第三排要做人 我也不能把第二排搁在之后一拳半的腿部空间 我也得给它再往后滑一点 基本上滑到了这种地步 我现在下车 然后包括我现在去第三排 才有更多的一个充裕的空间 基本上是以这个模式往第三排走才合适 OK 我现在把整个的这边座椅给你往后滑着 要不然你看不见我 然后配置的方面 整个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记忆 在第二排座椅完完全全都是满配的 这个对于40万以上的车价 这是一个基本的尊重 对吧 因为毕竟是强调第二排的 然后其他的配置方面 这边是背件 然后这块还应该有一个电控的 一个滑出来的小板 这块是一个手动的冰箱 现在冰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甭管是居家车型还是商务车型 非常重要的一个 它是可以实现正五度到正五十度的 这样的一个从冷藏到加热 这个过程的一个冰箱 好 前面这块屏幕 上面还可升起的摄像头 那可应用的东西就更多了 比如说后排的开会 包括去确认后排乘客的身份 包括K歌什么的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升起的摄像头来实现 就在这个屏幕的上摇的这个位置 OK 现在我也说了我的腿部的空间的调整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我能走进第三排 我现在给大家走进第三排感受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座椅给你挪过来 要不然一会你拍不着我第三排 来 我挪过来之后 大家就可以从这个缝隙里面看一下摄像老师拍我的第三排的一个空间的状态 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 后备箱比较大的车往往第三排都会比较小 我们一会走进第三排看一下 我第二排留的空间也是比较大 比我们之前一般量两全的空间还是要大的 同时它的后备箱也是比较大的情况下 看一下第三排的空间 来走进来 这个垂直高度非常好 这个垂直高度不用太猫腰就能走进第三排 同时整个的过道的宽度也是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第三排的椅子感觉好软 并且这个角度还是不错的 整个这个坐垫是比较往后仰的这种角度 你可以调一下光没事 来得及吗 调一下光没事 我们调这光之后继续 好调完光了是吧 OK好 这个第三排可以 首先这个坐垫是比较往后仰的 同时靠背的角度是可调的 外加上它的这个第三排的坐垫 乘坐长度非常非常长 这是我做过的最近的SUV跟MPV里面 这个坐垫长度很长的一个车了 并且我怎么感觉这个第三排的坐垫 反而比前两排更软的 感觉是海绵带行程的 很有意思 并且这个车的第二排跟第一排的坐垫长度也比我做的一般车的坐垫要长 这是不错的一点 所以这个第三排可以 并且整个这边的玻璃也是面积挺大的 有独立的公交出风口 有独立的照明 然后包括这边是两个杯件 独立的喇叭 这个车是14个当拿公司给调的喇叭系统 因为今天并没有机会听 厂商说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外加整个这上面看一下 上面还有个1.1平米的天幕 这个天幕在MPV的系列车型里面也算是比较大的 整个的天幕 并且是带直昂帘的 这个带直昂帘的天幕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避免晒脑袋的 哪怕你的玻璃隔绝紫外线的能力再强 但是很多人还会觉得脑袋会比较热的 所以有这个直昂帘还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很多车没有直昂帘 是因为它的高度不够 所以一旦高度够的话就能装直昂帘了 就这么最简单的一个事 可以啊 这个第三排的空间 比我刚才想的要强多了 你看这第三排腿部空间 很大的腿部空间 看 这可是在第二排往后走的比较多 并且后背箱还留了挺多的空间的情况下 这个腿部空间还是可以了 不错不错不错 有点意思啊 好 我们现在可以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小总结 好 OK啊 咱们今天的这个简单的一经道理的小感受 是这样 我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MPV的车型 不管你是家用还是商用 是最需要用混动这种形式来 包括纯电这种形式来覆盖的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在城里面去跑 这是第一 第二呢 MPV的车型有很多的原地在这等着 不管是我们送小朋友去学习班 还是说我们在这儿 是一个职业司机去等着老板开完会 所以当原地去等着的时候 不管你是一个DMI的小电池 10度电池的版本 还是一个40度大电池的版本 还是你是一个100度以上的纯电的版本 你原地去吹空调 这10度电够你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很多人觉得说哎呦这一点怎么了 但是真真正正的你用惯了新能源车型 就可以原地的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去义无反顾的吹空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件事真的是非常爽 所以当你在开着你家的这个2.0T的汽油车 什么3.0T 4.0T的汽油车 在那原地带速吹空调的每一秒 你心里都觉得是一种煎熬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场景 同时呢MPV这样的车型 它开起来对于安静跟平顺 也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 毕竟车里面的乘客 大家都是要么是商务人士 要么是家里面高高兴兴的出去玩的路上 包括接送孩子 还在车里面睡觉的这个需求 所以安静跟平顺 你绝对对的是用电机 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毕竟是没有发动机那样的车 也隔绝了很多的震动 所以这也是第二点 为什么MPV的这样车型 是需要用混动这样的形式来覆盖的 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混动 或者是纯电的MPV 我并没有体验太多 那腾式的第九属于是 我现在比较早期的体验的 几个混动或者纯电的MPV 给我的静态的感受的体验 还是挺好的 尤其是它的第三排的空间 包括后备箱的空间 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因为这个车显得并不大 但是我听到它5米25的车长 外加上整个小鼻子比较短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车的第三排 跟后备箱应该就稳了 结果确确实实 整个这两个性能的指标 反馈的还是不错 当然了今天的体验 并没有去过多的 去体验第一排 包括第一排的一些人力化的体验 包括车机的一些感受 这些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当你把第二排做好 把第三排跟后备箱做好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是一辆 成功了一半的MPV的车型 那剩下一半 主要还是集中在 你的行驶的平顺性 你的燃油经济性 不好意思 你的整个的能好的经济性 这些方面的点 如果你在做好的话 就可以做好剩下的 将近于50%的事了 然后你再把前排的一些的 配置 一些基本的人化体验做好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得分很高的MPV的车型 OK 我们到时候有机会 带大家细品一下这个车 好吧 喜欢记得分享哦